Coco早餐 Coco's VIP 好 8点15分30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您继续回到HeadFM联播网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9点 为各位所播出的Coco早餐节目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各位邀请了在网络上的网友 或是乡民们应该非常崇拜的一个人士 他的大名 这是你的品名吗 叫Z9大神 其实是那个上面的ID 原来是Z9的ID 对原来是Z9的ID 但是大家就是简称为Z9 所以不能讲你的本名是什么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是啊 他叫吴达伟 其实很好 刚好问大家好 而且很帅 但是我可以介绍旁边这位女士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介绍他跟你的关系吗 因为今天很多女玩友要哭了 他们也都知道了吧 应该大部分的亲朋好都知道了 恭喜恭喜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另外一位在现场的是 这个Marsha 对我的名字叫Marsha Marsha就是 Marsha是欧巴马女儿 那个另外那个 好像不是他叫 他叫什么什么 别提了 就是他是很漂亮的一位女士 Marsha 而且也是你的工作伙伴 对 同事一是你的 未婚妻 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 商与商业的平台 对不对 Marsha 你们的那个工作室是做什么 对 他其实是因为 就是Z9 他本人 之前已经在网络上 已经就是经营一个 他的这个媒体在 有已经11年的时间 对 然后大概到了 第五六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就是非常的热门 然后就有一些公司 比方说那种 想要以学生族群为客群 主要客群的这些公司 就会来询问我们说 那你们有 怎么样子的know how 你们知不知道说 网友喜欢什么啊 还是说这个族群就是 他们在意什么话题啊 等等等等 就会来做一个 我们等于就是提供意见 那后来就变成说 自然我们有 就需要花这么多人力 去做这件事情 他就变成一个 像是顾问的服务 所以我们会做 可以是报告 他其实之前有跟 像比方说 当初跟那个 澳美公关合作的时候 就有做这样子的 书面的报告 那或者是说 也有帮助他们在 那个我们的这个上面 就是我所谓的 Z9的这个各版 他的媒体上面 做一些就是商业的合作 比方说 他们送我们书啊 或者是电影票啊 像跟就是维修影城啊 Catchplay这些 这些的合作这样子 对 就是比较软性的 那个时候 那现在你们变成 要提供咨询做 等于是咨询顾问公司了 对不对 然后要收费了 对 实际上是跟那个 跟客户这边 就是提供他们know how 然后 对 就是像一个 以前过去叫民调公司啦 或者说市场分析啊 什么的 你们把它整合起来 对对对 但是我们比较不是说 去做那种 量化的 我们变成是说直化的 我可以告诉你说 现在如果 这个 这个话题 如果是你用这个角度 去讨论它 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 讨论它 可能是比较 不会那么受欢迎的 这就是我们know how 因为你在那个 网络上 其实就是这样子 同一个 对 同一个话题 用不同的方式去包装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就是讲百话一点 怎么样做 比较有梗 比较有梗 就是等于有点行销 对对对 然后因为你这个平台 已经有影响力 你自己个人也有影响力了 对啊 然后在网络上 你们这一对这个 非常优秀的男女 这个 开创出了一个新的 这个商业的平台嘛 对不对 恭喜 希望能够让很多的 大家就发现了 原来很多父母会觉得说 我一天到晚的小孩在上网 并不见得 都做的事 没有用的事 要做到有用 就影响更多的人 Z9 你当时第一个在 有成立在这个网络上面 贴这个贴文啊 或是干嘛的时候 会十几年来 你会想到有一天 会发展成为一个工作室吗 其实没有 当初就是大学的时候 在上网 在用BBS的时候 就想说 跟大家同乐 就网络上有很多的网友 就每天都会见到这些ID 就有点是 好像是网络上的朋友 就每天都会聊一些 有的没有的事 那对 对 因为PTT上面有很多版嘛 那每个版都 每个版的讨论的重点 比如说有漫画 有的是讨论美女 有的是讨论一些校园的 有趣的事情 那你在这些版做一些 发文或者是 跟大家参与讨论的时候 就会认识这些人 就有点像 大家都是朋友 这种感觉 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因为大学生 最喜欢上的是PTT嘛 对啊 对啊 你是读基界的 对 而且都是在台大 对对对 学士硕士都在台大 对对对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样聊天 那可是 就是后来你不是有一个 什么 就是有一个什么 beauty的版嘛 对对对 就是主要 比较常出现 因为男生嘛 就比较喜欢看 帅哥美女 没有帅哥 没美女 那时候你家为问题 Marsiel还没 还没给你认识吧 还没认识 对啊 就那时候 大学男生就可能 比较血气方刚啊 然后看一些女生 你就 你就帮忙去把那个美女照片 收集起来 就是人家会在路上看到说 可能在台大校园比较多啊 在台大校园看到说 哪一个 在哪一个区 比如说在小福啊 或者是台大的图书馆 附近看到哪一个 怎么样的女生 大家可能大概形容一下 那我就会 帮他找到这个人 就是他 他不必偷拍下来照片啊 就大概形容一下 其实在台大有名的女生 男生看久了 其实就记得就那么几个 你看你样子还蛮老实的 所以你说你这个 这个叫做beauty翻成的这个表特板 大家昵称是表特 所以在上面就是帮大家 这表特板是你自己贴的吗 还是原来就有一个 原来就有一个表特板 原来就有一个表特板 那我只是其中一个 比较重度使用的网友之一 积极提供资讯的 那第一次是怎样呢 就是有人上去说 啊我在那个 比方台大的腹中下面 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长什么样 穿什么衣服 一开始应该是 可能是刚好认识吧 因为我有点忘记那个情况 对应该可能前几次 就刚好认识 那后来就做出 觉得好像蛮有趣的 你就帮对方找到了 对就可以有点贡献自己所学 也不像所学 就是自己知道的资讯 好有趣啊 那提供给这些台大的网友 因为当时那时候 PT的结构是比较 正大的学生比较多 台大跟正大 然后那个你怎么会就变成了 所有人想要找那个辣妹妹妹 到底哪一个是谁 就是这样一直找 一直找找了 一两年下来就觉得 就是找出一点心得来 你是天天在网站上看妹妹吗 也没有 就是下课回宿舍的时候 Marcia在旁边 她有点开玩笑了 就盯着她 我们所访问的Z9是在我们的网友 网络界非常知名 那基本上其实除了人肉搜索 这个美眉们 这个怎么样把图片 这个形状配合成人 找到真人之外 其实她自己还这个 也是在电子公司上班 那最近她跟她的未婚妻 Marcia成立工作室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令人觉得可喜 而且值得鼓励的发展 但是你比较受到大家惊吓的是 台大5G 是正大5G之后 你搞了一个台大13妹 就是有点阴臭阳差 那是怎样吗 你是觉得我是正大毕业的啦 你是觉得正大有5G 台大很不爽吗 没有那时候就当初就觉得 台大5G正大4G 就是有一点毕业了嘛 那新的校园里面有没有什么 就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细花 或者是校花 那时候你还在念书 那时候还在念研究所 研究所稍微轻松一点 在欺负学妹那种 所以那时候就整理了一些 台大的比较 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些细花 就把它整理出来 放在我自己的个人版这样子 那后来就被媒体就是辗转 引用了 对 转转引用这样子 然后就变成后来的台大13妹 所以台大13妹是完全你发掘出来的 完全被我陷害的 我只把整理名单整理出来 另外还有哪些 这个受到注意的 找到这些美媒的那个例子 比较经典就是退 就是当兵前就是那 比较闲的那一个月 就是发掘一些斗花妹 斗花妹是很经典的 也就是你把网路的使用 这在别的国家也是这样吗 这网路的使用变成这样子 然后可是我觉得网路的平台 它还是要有其他的媒体的载体 帮你去 去引用 对不对 去延伸去引用 但是当时呢 因为PTT那时候影响力已经很大 那各个传统媒体 不管平面报纸 他们都会固定看 对对对对 会固定从上面找一些 有趣的新闻 对那就是这样子 推波阻拦的情况下就变成 到最后就是这些 这些人都变得很红 所以当然网路也就是成为 一个重要的媒体的这个 之一了嘛 对因为它PTT上面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说content 它里面有很多内容 有很多有趣的内容 那我们可能就是有点是 像源头这样子 那之后的人 或者是其他媒体 再把它转载出去 那影响更多人 让更多人知道 你也交了很多朋友 也交了很多朋友 那你爸妈不会觉得 你每天在网路上面 那个浪费时间吗 他们其实也不太 这没赚到钱呢 就是就是交朋友啊 就是对不起啊 是不是 对啊就是交朋友 他们他们其实不太会用网路啦 就是爸妈那一辈 比较不会用网路 那后来你毕业之后 就上班了 但是你还是持续在这个 对啊因为就是习惯了 下班之后我没事 还是会上上PTT 就看一下今天 大家都在讨论什么啊 就是大家流行什么 所以这十年的这个追踪 十年的这种观察 其实你已经累积了 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的这种资料库了嘛 对那有一些自己的感觉 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什么 你可能直觉是会怎么样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在 就是猜测会 他的趋势会往哪边走 其实现在很多商业活动啊 包括电影啊 包括电视剧啊什么的 其实都透过网路 反而还比较成功 对不对 对对对像当初的海角旗号也是 嗯等一下来告诉大家一下 你跟Marcel也是网路认识的吗 对算是因为这个 如果不是那也太逊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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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其实是 刚时候他那时候是一个公关公司的支援 那是 对那就是会我们 我Z9跟这个公安公司有一些合作 那他是负责跟我结洽的人 哦你看这个公安公司多厉害呀 有点进水楼台新得月 他比那台新金张银厉害多了 我出美女牌 我前老板到现在都还在抢他 你把我们家A1片走了 所以你就离开这家公司 跟Z9同样成立一家工作室吗 也不是因为这样 他也没有这么大的魅力 对啦是因为我中间就是出国了两年 然后其实我们在中间就有很多的业务 那其实对 其实原本也没有想要就是真正成立这个公司 就是把它当成是那种freelancing 就接案工作这样子 你看啊就是说当Z9 因为他的资讯啊他的 这就是你这些年轻的一代 我觉得Z9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就是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很认真对不对 你很认真持续的做 而且你不是去这个很无聊的做嘛 那你还把你的东西做一个系统性的分析 后来就受到了 那你的网友的PTT的乡民们就非常敬爱你吗 敬爱我不知道 就是至少知道这个人很有名 所以你叫Z9大神啊 对啊对啊 就是那时候因为神人神出名了嘛 所以就有神这个字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有点就是变成 好有趣哦 这个用法是最刚出来的 就是神一下就是找到这个人的照片或资料 或者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但现在你还在帮人找吗 呃比较少了 呃很偶尔很偶尔 哎还是有人如果拜托你的话 你还会找到 就是要看有空啊 因为现在比较 这样吗 对啊白天在上班 那晚上回家 你找到的比例高吗 找到比例算还不错 哈哈哈哈哈哈 他还可以把那个那个台大十三妹 豆花妹 你靠现在 所以现在是个一人媒体 每一个人都是媒体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媒体 所以你在你的主工作主业之外 而且还学机接 还不是学电脑 对不对 那都可以发展出自己 从兴趣到专业 到一个商业 其实是蛮有趣的 你们可以做成 那个case study 你知道吗 三十年以后 你们两个人成为大巨富 这个股票上市公司 我们希望 哈哈哈哈 可以这样的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现场访问的是Z9 他叫吴达伟 他的这个女朋友 现在是未婚妻 是Marcel 原来是Marcel的公司 去找Z9 是因为你们发现 他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对没错 就是实际上 我那个时候 也是带标的客户 去跟他问说 哪一类的呢 当然有三一级 那个时候是做 就是消费电子产品 然后就请 你们是发现他 对 在网路上很有 没错 就是所谓的影响力 那我们那时候 其实就在找 各个族群里面 不管是网路上也好 或者是甚至一些是 校园的明星也好 就是那种 在这个族群里面 很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请他们来 就是对我们的 接下来的campaign 对 或者是产品 发表意见 对对对 然后就跟他联络 那个时候他 你还只是一个个人吗 不是 对我还是一个个人 那时候大三大四吧 这么年轻的时候 你就开心的去了 又看到 就是没有拉 就很有记忆 就是 你可能从一个 网路上很有名的人 变成可以跟一些 公关公司 这经验也蛮好玩的 就是会 因为这个日久 就认识了很多 像这样子的人 有品牌 公关 媒体 但你会有压力吗 人家为你的东西 可是很正式的 那个他卖了会赔钱 或赚钱 这个关系很大 就是我贡献我自己 我知道的东西 所以这是第一次 你跟外界 商业界接触吗 对对对对 算是大三大师那时候 然后就自己连这个 连自己都给 都被Marsia给这个 我们认识很后面了 很后面了 好 很可爱 很值得大家学习的年轻人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我们的时间是8点33分13秒 我是周一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7点到9点 为各位所播出 在HITFM联播网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 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在网路上 非常知名的Z9 如果我相信网友 应该没有不认识你的 看看大家习惯的平台 对 你说是PTT的 这个是特多 比较BBS这一块 对跟我们年龄层 有接近 你今年28岁吗 这个像美国的Facebook YouTube那些小孩 都是也是20几岁 开始创业的吗 他是比较年轻的 他是在大学时代 Z9他自己是台大旗舰系的 那他这个很有名的是在网路上 大家其实第一个印象是 是说他这个是你 那个帮忙找这个妹妹嘛 豆花妹也是你 你当时豆花妹是你主动的 这个在网路上推荐的吗 对啊就其实 网友有说 那个台湾台北都故事馆 豆花妹好像很可爱 那我就隔天就去了 那也很刚好 因为那个 你隔天就去 他没把你当社团 没有 因为刚好当天 听起来不太对 哈哈哈哈 就是等当兵的时候很无聊 我相信男生观众 可能有一些共鸣 就是等当兵当时 真的是非常无聊 就是去环岛啊 有人去 好像也不能出国 有人去打工啊 或者是在家 就是打电动啊 不知道干嘛 那我那时候就是比较 想说反正在网路上 比较有行动力嘛 那就刚好在前一天 就看到有人 po这样的讯息 他说 那我们隔天没事 我就去逛逛好了 那也很刚好当天 其实那么 他们那个豆花坛 是两个人在轮流的 那刚好那天是 就是豆花妹本人在 刚好有在 那我就是就是把他 把这个结果 回报给beauty版 就是给各位网友 知道说 其实他就是长这样 那就是变成 在当时就 精为天人 就是大家觉得 哇好清新的一个女孩啊 可以有这么可爱的 一个女生这样子 那这个你就是 因为后来你就慢慢 就很有名啊 电视台上节目啊 对不对 新闻也播报啊 像我就很崇拜你啊 厉害啊 可是他对你的生活 他不在你的生涯规划当中 你本来像你机械系毕业 其实找工作很简单的 在台湾 不是所有人大学毕业 都找不到工作 学工的根本就是 待遇也很高的 人家要抢的 对不对 那你会觉得有负担吗 在网路上很有名 然后其实也会有压力啊 我觉得就是当做一个兴趣嘛 你可能白天就是 用自己的专业 用自己的工程背景 去做公司的工作 那晚上回家之后可能 因为有的晚上回家 没事就可能就是 看看日剧 看看台湾 大陆剧 看看电视 那我就是比较上网 那在网路上做一些贡献 OK 就是白天有事做 晚上也不会无聊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不会很有压力 不会啊 就是不要把他当做 晚上不要把他当做工作啊 就是当做兴趣 那他是一个超级工作狂 我已经是非常工作狂 我没有看过 睡觉的 他他夸张 他睡觉 但是他是那种 呃睡觉 然后醒了 就工作工作工作 吃饭 然后工作工作工作 就是对 他可以一天工作 十八个小时大概 就是我就 我的感觉 其实我这样陆续 这个follow 看这个Z9的新闻 我觉得 他是年轻人 就是很多年轻人 上就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他有一个组织架构 有一个价值 你自己追求的价值在 就不是糊里糊涂的 跟着人家走的话 其实蛮有 蛮有意义的 然后就很顺理成章 你们就会成立一个 你们这叫做 利久这个 网络媒体 对不对 其实就是Z9 对对对 然后把它讲成中文 叫利久迷信的利 对对对 就有点 就念太准了 所以还是嫁给人家了 哈哈哈哈 Marcel是这个 Z9的这个未婚妻 然后他们两个成立 利久网络媒体 那刚才讲到 就是说这个 吴达伟 他是Z9大神 那他是工作狂 那是因为你爱 这个工作付出非常多嘛 对不对 那 还有一点 他是台大基建 学士硕士毕业 但是他高中 不是读建宗 所以 我现在看这个 学测满几分 都是建宗美女 你是桃园的 桃园的 桃园武林高中的 武林高中也是好学校 算桃园还不错的学校 非常好了 你不必那个 天许 你是住在桃园吗 从小 我从小住 住在桃园 在巴德那边 哦是 所以你是桃园长大的小朋友 桃园长大的小朋友 你看 这个 我是嫉妒人家 建宗美女 Marcel自己是 高中读 我高中在台中的西院 西院高中 哦是 你是百中人 对对对 我是 对 哦 要是读国嘛 然后后来到澳美 公关公司嘛 然后成立了 你们两个人就是 你出国啊 后来回来又 继续交往嘛 现在 对啊 真的是一个 这个故事蛮有 还蛮有 这个发展性 故事性的 那 后来 这个Z9 你就是因为这样子 公关公司找你 电视台找你 然后现在 连商业周刊 也请你写专栏啊 对啊 就是想商业周刊 就是想要 也是要了解 网路 对网路这块 香蜜在想什么 那请问你 香蜜在想什么 就是每天都有 不同的话题啊 可以对 现在就是对一些 你知道我很怕香蜜 因为我们政治评论的人 被香蜜骂起来 好恐怖啊 对 就是其实 其实我们这群 我们这群所谓的 重度使用的香蜜 当初在 大学的时候 就是大学生嘛 那大家聊 就是可能美女啊 校园社团 年轻人 五月田之类的 就是一些 演艺圈 比较娱乐性的东西 那我们这群人 长大之后 出了社会之后 可能现在看的议题 就比较社会一点 是 比如说你可能说 NCC啊 那种旺中啊 或者是台北市杜更案啊 或者是苗栗的一些 农地的一些事件啊 或者是 最近比较红的是 和事啊 那这些议题呢 传统媒体 有传统媒体的角度 那网络媒体 乡民上 他们有自己讨论的角度 那我就是在 把乡民的讨论角度 把它给传播到 我们所谓的 传统媒体上 所以你把它整合起来 对 并没有你自己的意见吗 有掺杂一点点 因为我自己也是乡民啊 我就看了这么多 一般我们呢 比较上这个PTT 不那么多的 那甚至于我们都很忙嘛 那部落格的经营 也不像过去那样 我都蛮怕这个项民的 我讲一句实话 就我很怕 因为每次看到人家骂 你就吓得要死 而且我们一般 当然可能很多项民不同意 就是我们一般的 大家的印象 像我们这些 比较年长一代的 可能会觉得 这些小孩子没事 都没在那乱骂人 他应该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你觉得我们大家 应该怎么来看待 这个项民们 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就是不用 太把这件事情 当太认真 因为不是说 他们的意见不重要 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 当他赞成你的时候 大家不会在网路上 写说你说的真好 你说这是一个文化 对 就是说 就是说你当你在 就算我今天赞成 就是Coco姐讲的话 但是我如果去说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很好 这样子 然后很有道理什么 那就很像 我在拍你的马屁 那实际上这个 项民不喜欢这种 对 实际上就是 对 那你实际上发表一些 比方说 critical 比较批判性的意见 就是会比较受到欢迎的 那是因为你 当你批判的时候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角度去批判 但你赞成的时候 你就是赞成 就是一个意见 所以当你批判的时候 有比较多的事情 可以去讲 那这件事情 就可以被比较久的 去讨论下去 所以有时候 反而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如果你有影响力 你的话 就会被很广泛的讨论 那项民为什么要上去 讲自己的意见呢 他的一般的 这个项民们 他发表意见的时候 是因为有很多的话要说 他应该有一些个人的 这种企图心 或说个人的 这种心灵的诉求 你们有没有研究过 有耶 所以其实呢 很多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是 你可以在网路上找一个 怎么讲 就是归属感 也就是今天 如果你今天 这样跟朋友讲的时候 你可能跟你的好朋友 意见并没有那么的合 可是你在网路上 always就是可以 有一些人去 比方说他去附和你啊 或者是说跟你讨论啊 然后当你这样发表的时候 如果是你是一个 非常有论述 很清楚的文章的时候 其实你会 有一个成就感 会哦 对 就是如果说你 他其实你一样 就是像你讲的 他没有办法 得到任何的金钱啊 的回馈 对啊 在网路上写完 再也没搞费 对 然后但是实际上 大家得到的回馈 就像他 就像那个丽久刚刚说的 你就会 就好像交了很多的朋友 然后大家会可以 互相意见的交流 或者是 那种知识性上的交流 对 那这其实是很多的乡名 或者是说 我觉得就是大学生啊 在追求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变成一个沟通的 对 一个很大的一个管道 他好像一个沟通的 一个人似的 对 只是一个非常 的人组合在一起 对对 不一样的 那只是现在很多 有一些 那个商业公司啊 他们也很注意这些嘛 那Z9你常整理这些专栏啊 到文字媒体 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网路 跟传统的媒体 传统的包括电视广播啊 这个文字啊 特别是像文字都在凋落 但是我的感觉是 你要写东西还是要汇文字啊 对 还是要有还是要有组织的 对啊 以前我在部落格 他们上次来跟我吵架 就为了什么小S 什么的事情的时候 常常来骂我都写错字 我就说你回家把错字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他的本职 还是他的content吗 就是说你还是要会写呀 对 你还是要有很好的载体 才可以把他的意见表 我这样讲是对的吗 是是是是 然后最好是要是 还有人上来说 你不要一直贴我的文章 骂他 你自己写不写文字 你知道也有这种情况吗 就是会论战啊 对啊 那所以很多人他喜欢上网 那但是你也不能老打错字 或是或是去去盗用别人的主张 对你来讲 写这个专栏整理相名的意见 又学到了什么 因为你是学机械的 跟你的本科 恐怕所谓的这种新媒体 这个是不太同的 就是你会看到两方的意见 因为你必须要保持 你必须要知道两方的 部分的重力 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的说法 所以你会去研究这群人 比如说对一件议题 然后可能合适好了 有人永和 有人反合 其实在网络上 其实是可能55波或64波 对那你可能会去研究 永和的人是什么 怎么说核能啊 台电啊 或者是我们的电力 到底用的够不够啊 他有一些数据 你就去看 那反合人就会说 其实我们的核能是不需要的 那世界各国都在 在在在 飞和家人化 那你就会去参照 这两方的意见 你必须去看 而不是你就是加入哪一方 那有没有人 然后这里面就牵涉到了 我如果要推一个公共政策 或者说我要推一个产品 那我就不是利用这个 PTT或是利用所有的网络 对不对 现在最最经典的是部落客 被人家找去这个美食嘛 那吃完了就PO在这个上面 有的时候我按照部落客的这个介绍走 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的 这个产业有一点点走过头了 对所以Z9你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公信力的 这种挑战吧 会不会 目前比较没有针对单一产品做分 你还没有 就是大量的社会现象 或者是比如说最近 好我们讲HTC推出新的手机 那我可能说讲讲正面的说法 讲讲反面的说法 这样网路上就一堆讨论 有人很支持 有人说这什么东西 有个人看不懂 有个人说 每个事件都是这样子 对对就是你可能要 比较纵观的去看 那等一下我们进广告完了之后 你们两位免费提供给商家 企业界跟我们的政府 怎么运用网路 来达到他的政策的宣导 或者是执行 或者是商家怎么样去行销他自己的产品 将来有需要再来找利九网路媒体 这个Z9 他跟他的未婚妻 Marsia所成立的工作室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 对我们这新的一代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且你们两个人做这个事情 蛮值得鼓励的 希望多一点 A9B一直到Z 36个9最好 马上回来咯 请大家持续锁定精彩的Coco早餐 我们在现场邀请的是Z9 跟他的工作伙伴 也是他的未婚妻Marsia 8点46分17秒 Coco早餐 好因为这个 我是Coco早餐节目主持人 总要提到一些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跟网路的关系是怎样的 Z9跟他的这个工作伙伴Marsia 也是他的未婚妻 所以在网路上面仰慕Z9的人 你就死心了吧 OK 那那个 主要提供一点免费的公共政策的这个建言 我请教 先请教Z9 这个 马英九总统有FB 这个八十几万个这个粉丝 然后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政治人物 没事还用FB吵架吗 什么 尤因罗马 叶匡时说五阳高速公路 因为是五中 怕老共反弹 所以变五阳 然后那个蔡振元刚刚 张继二 张继二老师是老Coco呢 然后 他们两个还在FB上吵架 请问你 这些 到底他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 就是对 公共政策跟政治人物来讲 他们用网络啊 这个你的看法怎样 我觉得在 因为他们只是想要 把他们的言论 让更多网友知道 对 那有的 有的政治人物 当然会有支持他 或者是反对他的人 那网络上 其实在反对这一项 是更明显的 刚才这Marsia讲的 就是说网友们 那小民们 对于反对的意见 是比较突出的 对 他的想要发文 想要 想要对你讲话的这种力量 在反对 在反对的 派的心理是比较强的 对 反而是 反诚的比较沉默 对对对 所以这是你要第一个概念 对 那你有常上 你是FB马总统的那个粉丝吗 我是 是 你是他的粉丝啊 我都是观察他们的 OK 那你怎么看他的FB的功能 呃 就是他有一些 可以讲实话 可以讲实话 在台湾嘛 他有一些 有些发言就有点太官方 就我都觉得 没有诚意 就是有点 你觉得是他的用词的问题吗 有点用词的问题 也有一些是观点的问题 就是你想要说服大家 但是你用的方 讲话的逻辑又好像 你觉得他那个touch的部分 还是不够网络化 不够 没有道点 就有点像 有点像发函 发信文稿 哦 真的啊 对 只是主持变成我 哦 我去哪里做了什么事 可是听说他一天到晚 他到晚上那个下班 他都蛮可怜 都十点十一点才下班 回家来看公文 然后他 大概十二点以后 他跟你一样是工作狂 他就会看FB 所以你建议他 怎么改善他的FB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活药率 就是 怎么从FB上获得收获 你不能只讲 我想要讲的事啊 通常我们要看 怎么改善啊 但其实我觉得 免费 免费提供给他 免费免费 他们钱蛮穷的 我们都免费 我其实觉得 他也是就是有他的难处 因为今天毕竟他是一个总统 然后马英九 以他的那个公共的那个形象 他不可能去 下去跟你 真的很就是 草架 对 就是去跟你讲说这些 什么 今天怎么样啊 早上吃了什么啊 这些事情 做到这些很亲民的事情 但他可以埋伏一些粉丝啊 对 他可以做 他可能可以做一些装脚 但是他装脚要到位 你知道吗 就是不能让人家看 被看破手脚也完蛋 也不行 对 就是 对 要装脚的话 也要像 真正的像名 如果不是的话 很容易被试破 我会觉得蛮容易的 因为如果说你讲话很官方的话 关枪关掉的FB 还不如不要有 他总用 比没用好嘛 对不对 对 这是 就是一个进步 然后只是说 他现在的模式啊 不只是 不只是马英九总统 就是其实他 还有一些其他的 那个政治人 其实他的那种方法 因为你进入网络 进入FB 其实就是为了 要跟大家双向沟通 其实直接的双向沟通 但你会发现 他们在这个用词 潜字上面 其实他的那个 说话的方式 还是在单向沟通 跟我们不一 就算没有 就是还要跟你公告东西 对 OK 今天 讲完就算了 讲完 然后他就好像 他就不理你了 他就没有再看到你的那个 然后下面怎么骂什么的 那他都不 就不会再有那个会议 他们也没那么多时间 当然 他用词可能要这个稍微的 或说那个思维 观念 要投入到网络的世界里面去 好啦 就是找历久网络媒体 最后四分钟请教这个 比方你刚刚讲到公共政策 像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消息 说嘉英华副院长 他很诚实 他说 现在在台湾 核四的问题 不管是反或是拥 最 他说是因为台电 这个氛围是台电没有公信力 台电讲的话 大家不相信 他说这是很悲哀的 这个记者是用 Direct Code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想奇怪 这你家的悲哀 跟我有什么悲哀的 是台电的悲哀 是国家的悲哀 这个事情其实在网络上 其实就会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对 就是大家目前 如果以我的观点 我觉得大家往我看的时候 会更生气 这个新的江先生他讲的话 他要怎么化解这个悲哀的氛围 就是这是你的工作范围 就是你要 你的工作就是把台电的事情做好 因为台电也算是政府的 恭喜你要提升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东西 那你国家的东西没有做好 那是谁的责任 那不就是你管理者的责任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 行政院成立一个网络 网络部什么委员会 可能好一点 比那个发言人士 网络新闻局 网络的东西 对 因为网络已经变成一个世界了 它虽然是虚拟的 对 那对商业人士呢 对产品的行销 你们有什么建议 比方一个新的手机 我们不要讲特别长牌 现在HTC有New One 然后那个Galaxy这个 这个有S4了 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网络的使用不是很简单的 找你试用 让你推荐 这已经不行了吧 对 就是说网络上面的适用 因为它其实大家会 已经会意识到 它已经是一个广告 对 它不只是一个 对 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已经有点点走过头了 对 然后所以就是说 厂商他们在行销 他的商品的时候 要更注意就是说 你要先去观察你的target 就是你的目标族群 对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那他们跟你的产品中间 有什么是 他们的需求 跟你的产品的那个规格中间 是有什么可以连在一起的 然后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触动他们的 所以很多东西 比方说现在做那个 HTC之前做那个 一个病毒影片 那其实就很受欢迎 那那个影片本身很受欢迎 但是有没有倒销呢 有没有真的让它 卖更多手机的呢 就是这件事情不一定 因为 对 因为它的影片主要在宣传 比方说翻转经营的功能啊 然后慢速 那个露营的功能啊 这些事情 那可能这个影片本身很好笑 但是它的目标族群到底在不在意呢 所以这才要带观察的就是了 那最近还有所谓微电影 你们有触及到吗 你觉得这个将来是 微电影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 网络的行销 我觉得是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 有监制过一步 是吗 就是但是它比较没有商业 因为我们目前讲的微电影 是大陆那边传过来的名字 就是说它是经由一些企业赞助 那可能帮一些企业写讲故事 那里面会常出现那些企业的 就像一个长的广告一样 很长的广告 对 那我觉得这些是有趣的 它可以增加一些品牌的感觉 在大陆可能是蛮有用的 比如说它可能 我就有看过 比如说牙膏啊 就赞助拍一个牙医诊所的微电影 那我觉得这种结合方式 就是蛮贴近生活 大家因为有故事性 会看下去 对会看下去 那对这个品牌 有更多的认识 或者怎么样 就会产生一些认同感 OK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Z9 跟他的工作伙伴 他们的工作室都还很有意思 叫Z9网络媒体 而且就是你们两个人负责嘛 对不对 然后算是创业 可是谁知道 10年以后 你们会不会成为被并购的对象 上市公司 我倒是希望是如此 很多其实网络上 台湾的网络界 有非常多 还没有开展出来的 商业的这个模式 或者商业经营的可能性嘛 对不对 现在有很多潜力 潜力很大的 因为台湾 它还有一个对岸的市场啊 这个还有一个华人的市场 你在大陆的网友 大陆看不到我们的PT 大陆其实看不到Facebook 也看不到PT 总有一天会看到 要等 希望早日来临 好 我的连爷爷去大陆 是我跟喜爷爷讲一下 把我们的网络开放一下吧 谢谢 恭喜两位 谢谢 Marsia跟Z9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网友 快乐 平安 拜拜 拜拜